Hello 大家好 我是千玉 今天這集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QA 時間 耶 終於要來拍我們的 QA 了 前陣子真的是太忙 一直拖到今天才有時間拍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認真地看影片 才會看到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囉 我是千玉 我們先來回答一個大家最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想問現在的工作狀況 未來想做什麼工作 或是現在以後想以後會從事什麼工作 真的非常多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回答一下 其實這個問題有一點點複雜 我現在的話目前是還沒有找正職的工作 我從高中開始就加入戲劇社 然後之後的生活就一直是讀書 戲劇表演 都是這一方面的東西 所以變成現在畢業之後 我好像除了戲劇這一方面的職業之外 我都不是很瞭解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我還喜歡什麼 或者是說我還擅長什麼 我現在比較傾向於說我想要先多嘗試看看 多接一些不一樣類型的打工 順便有點像體驗生活的感覺 就看看社會上不同的面貌啊 比如說我最近可能有接玩偶裝 就是我有在穿那個變形金剛的玩偶裝 大會展覽當工作人員 可能幫小朋友蓋床關卡 或者是說布展這種的 那也有做過像是產品包裝 自己動手DIY 每個工作都有每個工作 不一樣跟它獨特的地方 然後也會需要不一樣的能力 就我個人而言的話呢 我就會希望我可以多多去開發 我不同方面的能力 然後多讓自己去看看世界 可能會比較知道自己比較喜歡 或比較擅長什麼 好 為什麼想念戲劇系 就一直覺得有一個憧憬吧 覺得那樣感覺好像很厲害 後來接觸到舞台劇是在國三 我有一個表藝老師 然後他就想要做一個畢業舞台劇 那就問我有沒有興趣想要參加 因為他知道我對這方面是還蠻有興趣的 那我就去參加 然後才發現 原來演戲可以不只是在鏡頭前面演 我也可以在舞台上面演 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戲劇系它是在做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那上高中之後 我原本是在考慮要選熱舞社還是要選戲劇社 我還是覺得說 想要再往戲劇那方面試試看 所以我才繼續選戲劇系 結果沒想到一路就這樣子讀到大學畢業了 在我的生命中已經是不可以抹滅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未來可能不一定會再從事這個行業 但是我還是會常常進劇場看戲啊 搞不好偶爾會接接Case也說不定嘛 就是我很喜歡這件事情 動漫的周邊都是去哪裡買的 我自己自稱購物達人 所以我只要喜歡上一個動漫或喜歡上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會很認真的想要去找他們的周邊 我以前的話就只會找蝦皮 然後後來因為現在長大了嘛 然後越來越了解啊 而且喜歡了咒術迴戰 又喜歡賴筆小星 後來又喜歡上排球少年嘛 所以就會想要去知道說 怎麼樣買可以更經濟實惠 所以我後來就有去加那種臉書的代購社團啊 就你只要搜尋你喜歡的動漫的名字 然後可能後面打個什麼交易買賣社之類的 就會跑出來很多 但是當然你自己在社團裡面還是要小心啦 有時候還是會有詐騙 或者是說故意賣很貴的 就是自己還是要稍微篩選一下 關於動漫的消息都是怎麼知道的 其實基本上只要有新品的話 你有加臉書社團的話 代購馬上就會開了 因為他們也需要去搶那個客群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快的話 就去Twitter 對 你就去辦一個Twitter 然後追蹤你喜歡的動漫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你喜歡的店家資訊 他們只要一發 你馬上就會收到 因為Twitter也會有那個通知 下一題是 會拍穿搭影片嗎 或是美妝影片 有 應該是下一支或下下支 或是美妝 穿搭那一集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自己還蠻期待那一集的 不過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現在比較沒有辦法 花那麼多時間 拍很多影片 所以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像之前那麼高產 但是我會拍 所以大家一定要等我 每個月大概花多少錢在周邊 其實蠻難算的欸 有時候你買盲抽 你可能不會說 都抽到你喜歡的角色 有時候可能會抽到其他角色 那就會賣掉啊 或者是說 有時候買了 然後不喜歡 就也會賣掉 所以如果這些加加算的話 可能一萬左右吧 我覺得啦 差不多 因為也包含一些那種 你有時候突然出去逛街 然後莫名其妙 大爆買的那種可能性 也會加進去 買周邊的錢 是從哪裡來的 罰工的錢 所以我才要那麼認真的工作 不然你們就沒有影片可以看啦 對不對 除了咒術牌照柯南 蠻筆小新 還有看什麼動漫嗎 現在的話沒有 沒有在最新的 因為我覺得我太容易 太容易錄周邊坑 實在是 沒有辦法賺那麼多錢 以後如果一個月可以賺十幾萬的話 可能就可以多看一些 現在的話先不要 為什麼想做YouTuber 會想全職做這個工作嗎 還是想當分享生活而已 我記得我之前有回答過這題啦 就是想要做YouTuber 只是因為大二那時候 很多次那個演員的audition都沒上啊 然後我就很想要 就表演欲難耐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我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我不要給別人選 我就自己開個YouTube頻道 真的就是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原因 然後我就開始拍YouTube 但我也就這樣拍了兩年多一直到現在 其實你說會不會想要全職做這個工作 當然是想 在你可能訂閱到十萬 或者是說單字影片觀看到十萬之前 我覺得它可能不適合當這職的工作 我現在比較算是可能賺一點零花錢 但主要是以分享生活為主 入坑作品 我應該是咒術迴戰 然後才開始回到動漫圈 因為我記得我國中畢業之後 然後一直到大學畢業中間這段時間 是比較少看動漫的 然後會入坑咒術也是因為後來有疫情 所以什麼暑假放比較長啊 寒假放比較長啊 閒得沒事 然後才去看 還陸陸續續也錄了 排球少年 然後還錄了明正安克蘭 就是莫名其妙 真的就是一切 真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就 然後就中了 推薦神作 我覺得 以我目前看的 少少的這幾個動漫的話 我最推排球少年 一開始聽到排球少年的時候 我就很鐵齒 我就說我不喜歡運動類型 我也沒有在看運動比賽啊 那個打排球什麼好看的 然後結果一看 看 爆哭 就是看漫畫爆哭 然後什麼垃圾場對決爆哭 而且我已經重刷很多次了 動畫刷兩次 然後漫畫應該有刷三次了 就是 你不管看幾次 你都覺得很感動 然後你會覺得 哇 古關老師真的是一個 好信心好細節的人 你可以在每一個地方 看得到老師的用心跟溫柔 這個是我 非常喜歡小排球的一個地方 所以神作的話 目前推排球少年 因為宙數偉戰 最近的劇情 有看漫畫的人懂吧 我蠻擔心的 我希望借見老師可以加油 期待 加油 最近有想看新翻或劇場版嗎 新翻 目前沒有 主要也是最近太忙啦 就是沒有時間再從頭追一個劇 因為我是那種看了第一集之後 如果我很喜歡 我就要馬上把它全部追完 有一些人就是喜歡那種 一天做一集 一天做一集 那種循序漸進 喔 不行 我一定想要一口氣看吧 不然我會覺得 有點按耐不住 知道嗎 有想嘗試拍攝不同類型的影片嗎 像我剛剛有說之後會有美妝跟穿搭 對 其他的話還在思考 但是我覺得上一次的那個 遊戲合作應該也還蠻特別的吧 大家喜歡嗎 我難得寫了一個小短句 最愛動漫Top10 我沒有看到10部那麼多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拍10欸 動漫女角Top3 珍希丁琪 嗯 99吧 最喜歡的台灣演員歌手 男女各一 演員我當然選我的老師 徐彥玲老師 女演員 那我男演員也選老師 我選華千老師 歌手因為我不是沒什麼在聽歌耶 唱跳歌手算的話 女生的話我就選蔡依林 男生寵缺 有男友嗎 不知道可不可以問 不方便沒關係 我還蠻意外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欸 就是 就是小夥啊 會拍Room tour嗎 動漫周邊擺設的部分還有 分享一下你怎麼收納的 好啊 會啊 會拍Room tour 身為動漫周邊人收納 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房間真的會爆掉 真的 回答完了 以上呢就是這次大家問我的全部問題 希望都有好好的回答到大家 那如果你看完之後 產生了更多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繼續回答給你們喔 非常開心可以跟大家 希望大家擁有這個2000訂閱的QA 希望我的訂閱人數可以接接高升 繼續拍更多QA 還有其他影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集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